跳過飛過腿喔 今天又有什麼事 媽的 很多人練腿那天特別忙 事情特別多 有沒有 全球的通病 我今天那麼忙啊 我今天特別忙 我覺得我今天是練腿的日子幹 拉拉串 我特別忙 我覺得我今天 館長說這個要自我平膚 我他媽今天真的累 結果今天是他練腿的日子 他就逃避 逃避 比較會逃避 那 我不建議這個 我建議就是說 你不要跳過他 你就是訓練他 那訓練他怎麼辦 你會問說 館長要訓練他 譬如我說 最後一天休息日 我還是那句話 該休息 呃 就休息 該休息 就休息 那如果是 剛好你不舒服是在最後一天 你後面兩天是休息日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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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樣休息一天 然後把沒有練的那天補回來之後 一樣照休息兩天 也就是說 當你的 一到八的中間的東西斷掉了 你就停在這裡 你就不要去跳過他 再補足他 最後 你急事沒有用 訓練是一輩子的事 我講到了這個 貝康喔 都不想掌檢 真的是 講到打水沒什麼 苦口婆心 訓練他不是說 我訓練好了 OK 我可以帥了 我就出去帥那麼一次回來就變豬啊 或是那媽的 一樣那媽的 你必須切記你訓練的辛苦 你必須切記你這一個時期遭受的 所有的點點滴滴 然後我們就一輩子 我們就是一輩子 我們就是一輩子 當你成為一個習慣的時候 就好像說 你今天該怎麼樣 也許是每一個人生活習慣不一樣 就像一些比較不好的習慣 我覺得我今天一定要來一杯珍珠奶茶 我就一定要喝 我不喝你就叫我去死吧 我今天一定要來一份鹹酥雞 他媽一定要特辣大辣 然後他媽的高讚老闆加一塊老闆 你真的要習慣 不吃會死 一樣運動是要習慣 習慣會變成自然 自然會變成不去做就奇怪 你必須培養 你花心思培養這個 你反而覺得身上沒有痠痛 或是說身上沒有訓練 你會覺得怪 等到那時候基本上你就 你就是一個健身人 你就是一個這個 你就是一個很有 已經跟健身融合在一起了 你也不用特別叮嚀 你也不用特別叮嚀 但是現在的所謂的這個 那個專家 教練 藥頭啊 賣藥的 藥頭 都很會講 很會講 那不會做 那這個禮拜五呢 館長特地邀請了 就 他也順便每個禮拜都會 有時候會上來找館長聊聊啊 那館長也 針對上次這個PTT風雲事件 這個他來 他都有全身看 那他也想我們來個兩人直播 那到時候他也會針對這個要理方面 給大家一個正確的觀念 正確的觀念上 那這個絕對是 他講 基本上跟館長講 初階的都差不多 那你再聽聽看 他在講 他會如何把 這個東西講得多細 那你就會知道說 藥物這種東西 你看書本 你只會看書 或是說你可能用了一兩次 然後你可能有在賣這個東西 你就要大力出來說 這個東西不是像館長講的這樣 這個後遺症沒有這麼嚴重 這個吃也不會怎麼樣 用這個也沒有那麼嚴重 也不會怎麼樣 就像那天那個文章裡面的一樣 是嗎 你知不知道體質不好的人用下去 他有多少的併發症 沒關係到時候再請舅來講 如果要跟舅比這個資歷 那真的是 你如果筆字令你推到屏東再來講話 我在台北你推到屏東再來跟我講話 很多人 我確定看了這個東西 很多人都覺得說 他有藥物經驗啊 他有醫學背景啊 我跟大家講了一個這個 在國際上這是一個知識 一個通識 大家知道Olympia選手大家要用藥對不對 阿諾貝大家要用藥對不對 大家都要用藥 那大家知道所謂的備賽專家 也就是說這些健美選手 他本身對藥已經非常的了解了 但是 他要更好的 可是他又不能負作用太多的 因為我說藥他有分層級的 他有搭配法會互相衝突的 也許這個牌子的這個牌子的雄性 跟這個牌子的什麼東西 染在一起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 也會導致什麼副作用 藥物本身就是一個不穩定 而不確定的一個東西 連書上都沒有講這麼絕對 我看到PTT打上 本上寫的倒是非常絕對 我再來 我再來 我很好笑 然後歐巴化了 人家外國這麼專精的東西 還要備賽 就是說我還得請 我還得花可能一萬美金 三十幾萬 甚至是五千六千美金 去請一個備賽專家來幫我用藥 去請一個 這在國際上已經是常識了 只有一流選手 才會這麼做 我相信很多練健美的天空我在講什麼 很多 他本身就是他對藥已經很了解 但是 但是他 還是沒有人家這麼專精 所以他在比賽的時候 不然他要請一個備賽專家 備賽專家幹什麼 來我跟大家講 就是幫他配藥 每一天的細節 跟你必須這段時間要吃什麼 吃什麼 要怎麼吃 這個領域已經超越了 人類常理的領域 他已經不是健康的領域 他是一個 懂我意思嗎 他是一個科技戰爭的一個領域 科技戰爭的領域 你為了要成為最棒的最強的 不只是花錢 你還得要盡量的避免副作用 為什麼 因為在很多的副作用 你在身上產生了之後 上台會被扣分 也就是說 其實健美運動 國際上他是還蠻好玩的 就是說 你可以用 但是你不要跑出副作用 我就給你扣分 這很好玩 很好玩 很好玩 你可以用 但是你不可以 有副作用效果出來 不然我就扣你分 他也是一門藝術 我覺得 你可以用 但是你不要用到 像你從屁股後面露針 你不能浮腫 難看 我就扣你分 你不能女乳化 那個奶頭腫起來 他媽的 你不會抗辭 扣你分 你媽的滿身痘痘 我扣你分 就太難看了 你水牛肚太嚴重了 什麼的 他就其實都是有影響 有影響 那我們再來 這時候 我們週五 禮拜五 就上來再好好的 這個講觀念 我們絕對不可能 第一個 千萬不要去買藥 台灣真的是來源亂七八糟 第二個 千萬不要去貿然嘗試這個東西 副作用 我跟你講 他有許多未知的 甚至有些東西不是現在發生 也許你今年用了 兩年的沒事 三年之後 四年之後他在體內 怎麼樣 或是一年之後他在體內 怎麼樣 都有可能發生 我要講好了 所有類固醇所有的減脂藥物 對肝腎都有極大的損傷 損傷到什麼程度 你根本不知道 那我覺得 他上面講說 你用這個用這個又怎麼樣 或是IGF 它上面的東西 它到底是怎麼樣 沒有那麼絕對 就我所的了解 就我所 我那天講得很片面 為什麼 因為 我又不是賣藥的 我也不推崇 所以說 我盡量都在講 副作用 副作用 它對人體不好的東西 不好的 然後它可以對人體 會造成怎麼樣的增長 進化 什麼東西不好的 我只盡量在推這個東西 不要 去用這個東西 那我也不知道 上面寫的 它說它是什麼 有參考國外的這個 我真的很想要去 把我以前看過的書 真的很想翻出來 丟在大家的面前 但是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 書大家都買得到 資訊大家都找得到 我包含國外 他們有論壇 都在討論這個東西 為什麼有論壇 來大家了解一下 為什麼有論壇 會討論這個東西呢 會討論這個東西 是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絕對性 所以大家都在上面找答案 跟你們各位看我的影片 是一樣的 因為健身沒有絕對怎麼樣 所以大家只是 能學 能學一套 這個主流 然後依照自己 每個人的不同 去做變化 藥物也是一樣 有的人用這個 就不會怎麼樣 有的人用這個 過敏就掛掉了 光有一個藥物過敏 它有多嚴重 光有一個藥物過敏 有多嚴重 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 館長說過我以前 也有用 我們在十幾年前 大家都是吃 在十幾年前 市面上很流行什麼 你會發現很多中醫師 他們都在買 什麼大力補 這麼大顆的也有 也有那個粉紅色的 D-boy 也有 十幾年前 我講一句 比較難聽的 我現在說的就是 你 我 我十幾年前 我十幾年前 我以前 看到那些東西 用到這樣 看到那些 自己也用過 你坐著看主委 你來跟我說 你坐著 最近才剛用 我們以年紀來論 也許我十幾年前 他還在 還在 還在 還在穿國小制服 結果 長大了 看一下論壇 看一下書 你就敢來嘴 你就敢來寫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 你是在賣是不是 是歡迎私訊來買 是不是 這東西沒有 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不是 不是館長講的這樣 這麼嚴重 這東西並不會怎麼樣 並不會怎麼樣 我跟你講 胰島素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東西 超級危險 所有健身人 都知道 胰島素是一個 不到最後關頭 就不要用這個東西 那館長 以前很久以前 曾經嘗試過三天 我跟你講 我走路都會軟腳 我走路都會軟 都會想暈倒 這個東西 它是 每一個人受藥性不一樣 你不可以拿 書上寫的 去套用在 每一個人的私上 各位你知不知道 有的人 可能子痛要打下去 他就會呼吸暫停 就死掉 對子痛藥就 你懂我事 不然為什麼 麻醉師會專門拉出來 有一個麻醉師 館長之前也有手術 為什麼會有 麻醉師他要測試 藥物反應 要先叫你測試呢 為什麼你去看醫生 他會問你說 你對哪些藥有沒有過敏呢 你在我面前耍刀 在我面前耍刀 然後那一支刀是他媽三塊錢的美工小刀 媽的我以前在拿開山刀的時候 你沒看見 你現在拿一支小刀在我面前晃說 看媽的勾兇很拔 他媽操 怕了吧 所以我要講什麼 我就不想要一直往這個點 一直討論 你懂嗎 因為挖了挖了挖了 這個是健身的一個怎麼講 一桶 一桶馬桶 馬桶裡面撞的都是屎 你他媽要把 一直進去去把這個屎挖出來 好臭 要翻出來 翻出來 挖了媽 老草 整個都老草這樣子 值得嗎 我就是很片面的帶過 你要跟我收入討論這個東西 我覺得 我靠 對不對 整桶都塞 你 在去冰塞 不然 大家知道這個東西是嗎 你騎塞 我只要跟你講 這個東西是塞 很臭的 啊不然你吃塞 塞到這裡就很臭 沒有啦 那塞就不應該說得那麼臭 那塞就 欸 我不說什麼 我不說什麼 台灣內骨存的東西 本來就是一個 犯法 不是說犯法 用當然是 賣 抓到都沒收 的一個東西 那 我也不懂 他一直在推這個東西 我一直在講這個東西怎麼樣 怎麼樣 我一直在勸導大家 不要去隨便去用這個東西 不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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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不懂 用路 你又要用一世人 用路 你一世人都要用 就是 你可能 你沒有用你就沒有辦法回復 當初的那個 那個feu嘛 所以你看到館長並沒有很 並沒有出現所有的負重 因為 我沒有一直在用 我也沒有常用 我也沒有持續什麼 我也都沒有 因為我沒有要比賽 我幹嘛去用 你懂我在講什麼嗎各位 就是說 我們不是這行犯的 我不是說我被要把自己搞得跟 超強化的 然後 我自己去比賽 拿一個成績 因為我深知道 他的東西 的貴 貴又 必須承擔這個後果 那我們想想 算起來不會好 不然 我們哪可能長這樣 而已 我們一定長得更 更 現在小兒子也生了 等一下 看不到老爸 你還看不到兒子結婚 你就枉生了 對不對 所以說 我一直在勸導大家 我們都是過來人 那 他的副作用真的不開玩笑 那不要用 我只是這樣 結果拿出來編我 那就編吧 那就編吧 就像我剛剛講的什麼 細節藏在魔鬼裡 馬上看到馬上 馬上說錯話 馬上認錯 道歉 他媽的跪求 就是這樣子 做錯 我做錯我一定認 但是你不要拿書上的教科書來 看這個東西 指痛藥 跟我們藥物說明上面一樣 他會導致 噁心 嘔吐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這樣 事實上 你進去你的身體的時候 他 相信館長 他不只這樣 隨著劑量的不同 隨著時間的延遲 隨著cycle的變化 每一天你感覺都不一樣 感覺都不一樣 那今天這個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這個DV也同時在錄 那這個 這個 還是一樣 就是 為什麼我想拍這部配 因為重複性很高 問題很高 所以 必須要拿出來 這個給大家正確的觀念 那細節呢 你們要研究好 你們自己研究 有這個基礎的觀念 即可 那還是 一句話 把自己 你要求自己 動錯 你要求自己 好 那 其實 就勝過非常多的人 那徵兆不是唯一 經驗法則正確 才是唯一 一個動 一個運動動作他不是唯一 重賴訓練他世界很大 你多多去了解 那有一天 你會懂館長的心 在這邊靠北再講三小 你會懂 你會懂 你們都會懂 OK 那今天 我也要去訓練了 11點42 那就到這了 掰 OK 掰啦 直播